掌握华家美一手行情,不做二手韭菜,哈喽大家好,我是华家美阿台,每天下午打卡,华家美各大市场帮粉丝挑选机器,下午的3点半,阿台也是准时到达市场,先过来飞扬的三楼帮一位安徽的粉丝拿一台全新的15 ProMagas 256G的原色,这是一台美版的卡铁机,最近有很多新来的小伙伴上来就问阿台最近的报价,所以阿台在这里放一份这两天的报价给小伙伴们参考, 小伙伴们可以截图保存一下,因为每天的价格也不会有大的波动,这台256G的原色我们在市场是花了5600块,其实黑色的和蓝色的比这种原色的便宜个300到400呢,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原色的确实是比较的耐看,紧接着帮一位湖北的粉丝挑一台14plus128G的黑色,这是一台美版的卡铁机,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橙色是一个99星的,电池效率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小伙伴, 这台128G的亮机我们在市场是花了2750,小伙伴们觉得性价比高吗?机器拿到后我们老规矩过来看一下艾斯的验机报告,我们可以看到充电才60次而已 零下班之前,再帮一位江西的粉丝拿一台全新的14plusMAX256G的紫色,这也是一台美版的卡铁机,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标签,电池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效率,然后充电也只有零次,这是一台运营商是SPE的,因为15plusMAX和14plusMAX的改卡方案完全不同,所以现在14plusMAX和15plusMAX的价格基本上没有差很多, 像这台256G的14plusMAX我们在市场是花了5200块拿到,5200块我们都知道都可以拿到15plusMAX蓝色和黑色了,小伙伴们同样的预算你会选择14plusMAX还是15plusMAX呢? 要拿到的机器都搞定好之后,阿柴也要回到办公室开始验机了 今天的适量行情就先飞行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